像很多台灣 你去問你有沒有養蛙 很多人都會跟你回來 牠也有玩喔 那牠有多好玩呢 為什麼會這麼瘋呢 原來你就是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就養這隻青蛙 好你要幫牠準備吃的 幫牠準備旅行要用的包包 然後呢 牠可能不時的就會出去旅行了 牠就不在家 你就要在這邊等牠回家 然後牠可能還會寄明信片給你 甚至有可能回來的時候 帶土產給你 說實在話 你沒有辦法操控這隻青蛙 有人會說 這樣子有什麼好玩的呢 你既不能操縱牠 你只能在這邊等牠回家 牠其實主打的就是 牠很悠閒很慢活 牠是一款就是比較 佛心來著的遊戲 就讓你步調很慢 可是呢 卻造成了多少人為牠而痴迷 你知道嗎 很多的藝人 甚至都在他網路上曬他的蛙兒子 甚至呢 還有歌手幫他的蛙兒子寫了一首MV 還有在大陸很瘋狂的網友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去包下了整棟大樓的廣告 貼上所謂的巡蛙旗 這個巡蛙啟示 就說我的蛙蛙趕快回來喔 他是用廣告方式喔 希望他的蛙蛙趕快回家 甚至還有人在網路上寫攻略 你就知道這遊戲到底有多瘋了 那也因為這遊戲紅起來 開始有些心理專家去探討了 明明是一款很無聊的遊戲啊 為什麼會這麼紅呢 看起來可能是因為現在的人喔 有比較缺乏安全性的依附關係 你玩這個遊戲 你不用擔心被傷害 你不用擔心你失去 你也不用太過期待 你就是 那跟這隻蛙呢 培養一個很穩定很踏實的關係 可是說實在話 跟之前很夯的手機遊戲 寶可夢相比 寶可夢還帶動了很多人 走出家門的熱潮 玩這個遊戲 你就只要窩在家裡頭就好了 所以這個遊戲的爆紅 也引起了大陸官方 人民日報的注意 他特別還發文說 充實起來吧 不要只做孤獨的養蛙青年 希望大家還是要走出人 走出門外 跟人之間要有比較正向的互動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幸福 因為其實這個養蛙遊戲 最近時代熱度太高了 如果要搶公Y世代商機 大家很想知道 從裡面我們可以抓到什麼商機 那其實這個遊戲就是說 你可以買一些 這個食物啦 或者說買一些裝備啊 然後呢其實這個青蛙呢 他到時候就會 時間到了他會出去旅行 之類的 然後呢其實 剛剛庭俊有講到 其實他沒有操控性 其實是這個遊戲 我覺得蠻特別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一般我們玩遊戲 不都希望可以操控 我們那個主角人物嗎 沒錯 你要讓他往東就往東 你讓他往西就往西 你要他 在生存遊戲裡面活下去 你就是要想辦法打敗敵人 沒錯 應該要有充信才好玩啊 對 沒錯 熟悉了 對 那其實 你只能寵他對不對 只能愛他 然後他去哪裡 你完全不能左右的 對 那你就把 他的這個 要出去的這個行囊 是 把它打包好 把他穿好 對 沒錯 然後呢他就會出去玩了 他出去玩什麼時候回來也不知道 那我覺得這個遊戲 有趣在就是說 第一個 可能如果說是 你在忙 像你去玩一些戰略性的什麼 可能你要跟人家組隊 那萬一呢 你在忙一拖隊 你可能回來時候 還會被你的隊友給幹掉 那其實 反而會造成什麼 人際關係更緊張 是這樣子嗎 對 真的 你說是組隊 組隊打官那種遊戲 其實會很緊張 但是像這種遊戲 就是你其實隨時打開 他隨時都可以玩 那真的有時候 像我下午自己在下載的時候 我發現光那個青蛙在吃飯吃了兩個小時 你就很療癒嗎 我就看他吃飯吃 怎麼他都不會動 然後後來開始削籤筆 不行 你要走出去 對 要走出去 對 要走出去 不要做孤獨的養蛙清潔 對 沒錯 那我覺得這個遊戲就有點像 類似我們慢食的感覺 就是說 其實透過這個你養青蛙的過程 如果說大家印象深刻 像我們以前在念書 還養過電子劑 對 黑白的 然後你固定時間要餵他 餵他 然後他會慢慢 沒空還要脫養 對 沒錯 那其實他的一個類似就是說 讓你產生一種好像照顧人 然後他出去旅行的過程裡面 你也說 他因為是隨機的 他可能會送給你一個什麼 你可能 禮物 對 禮物 明信片等等 甚至他還會帶朋友回來拜訪你 所以說他其實 會給你一種有點就是 意料之外的一個驚喜 那當然這個過程裡面 你中間是需要等待的 就是說他可能出去旅行 那根據網站上的一個講法 他可能最長的時間 他可能出去四天 而且中間其實 你打開來都沒有看到 你家的青蛙在哪裡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 在登這個所謂的 巡蛙騎士 那當然這個也讓我們 心裡去做個調整 就是說其實 你有時候也應該放下腳步 去做一個 至少心情上 你人不一定可以出去旅遊 但是我至少心情上可以放鬆 我覺得其實這款遊戲 有特別的地方 感覺很容易 有限定 那是你 有限定 你一定會到 你的警察 有限定 在這裡 風雲 有限定 有限定